宫雪承冠庄这段历史让人有点不胜唏嘘 觉得当时整个指挥系统有很多的问题 别说是有共谍 总感觉每一个决定都慢了一步 讲到这边 不知道老谈怎么看徐邦会战或是承冠庄战役 对于徐邦会战这一段 其实检讨的非常的多 因为它的实行点是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 到1949年的1月10日结束 一共是66天的时间 它又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碾庄战役 酸堆戟战役 还有最后的承冠庄战役 它可以彼此独立来看 又可以互相联系 那总的来说 国军最精锐的部队几乎全部都覆灭 检讨的原因不外 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风雪说 蒋介石的维超说 因为很多人说他是维超大师 还有贵系白冲洗 在关键的时刻拒绝出兵 要不然就是怪罪说 徐州脚总的总司令刘志 那个时候实际上在整个来讲 是刘志指挥不当 等到杜鲁明去的时候 这个情况已经很糟了 黄北桃兵团向徐州撤退的时候 过于吃烟 或者也有人提到 就是第一阶段的碾庄战役 属于西北军系统的 张克侠和季风倒戈 才导致黄北桃兵败制裁 那另外也有人提到说 比如说像方位第十二兵团 如果不越过快河 就不会再酸堆集覆没 总之呢 我们也没办法找到更伟大的观点 真的 各种说法其实是眼花缭乱 我相信70多年应该研究的观点 都应该有提出来了 不过我们这一集一开始就提到 在包围团里面的老兵 他们是怎么看 毕竟有过这一段的经历 多少有一些发言权 杜鲁东伯伯他是认为 杜鲁明其实应该要早一点 下定决心突围 至少还可以保住一部分的部队 那至于像是西北军出生的 严家的严伯伯 他的看法会比较特殊一点 他说他认为白虫喜要负一定的责任 另外邱青拳也要负责 因为他打过抗仗 多年的战产经验 所以才会让他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看法 也才会有了他的这本生命史的口述 那有兴趣的朋友 其实可以找来看一看 因为才发行不久 我也很好奇 经历过风雪城光庄的 他们在1949年1月10号之后 是怎么来到台湾的 陆伯伯讲 然后我就从中山路走路回到家里 我父亲在南京找了一个走江湖的人 说你能不能到徐州 去一趟抱扫我的儿子 然后他就到了徐州 就按地址找到了我 然后三个大人 我一个小孩 我们沿着京浦铁路走到南京 果然就呼应了我们之前提到天选之人 那爷加德卑卑他是怎么来的 他说1月10日的清晨 整个部队都溃散了 他和团长还有团长的传令兵几个人 挤在一间的屋子内 外面的滑野的士兵在那边吹哨 喊说放下武器又带俘虏 类似这种 传令兵出去看了一下 说外面的八路来了 团长接着也出去看了 走进屋子 把武器给丢了 然后说出去吧 不出去也没有办法了 于是他们全部就变成俘虏 接下来他们被询问说要不要留下来 基本上解放军只要兵 不要中下级的军官 所以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是排长 他在三天之后被放走 那大家就各走各的 他们经过蹦步遇到了抓兵的国军 所以他又被抓 基本上就是这个部队抓了之后又换 这一路这个抓抓放放 走了二十多天才来到了长江的北岸 就是南京的浦口 他们没有调子过不了家 于是他在这个地方找了一支部队加入 是第二十八军 第八十十 军长是李良荣 之后这段又都是另外一段的故事 总之严加的伯伯 他的这段历史 其实是相当精彩 可以找来看看 既然讲到出书 我们这一集就接近尾声了 那要怎么送出我们前面这个 三乡正神 泰山君 陆启通被备要自费送大家二十本 那圣诞节已经进了 陆启通陆伯伯他要送这二十本 我们取得他的同意 就是希望说送书又能够结合公益 所以我们拟定的办法是 第一想要锁书的朋友 请各位自行要负担邮递费用 因为这边我们一定要先讲的 就是必须要先透过超级爱心 小额赞助一百元起 为什么是一百元起呢 因为平台会只先抽走三成 所以只剩下70元 刚好是用来付邮递费用 那像有的物流快递 是全台一口加80元 那这个没关系 这个差十块 所以呢 我们只剩于台湾还有离岛地区 海外的朋友呢 我们只能先说抱歉 第二是呢 只要斗内是一百元整 或者是超过的 我们会送给这位朋友一个编号 如果人数刚刚好 那就人人有讲 如果是超过的话 那我们会公开抽签 而且是录影存证 第三点是 因为邮递需要一些时间 再加上下一集是在12月9日播出 录影后制也需要时间 所以想要泰山君这本书的朋友 必须在12月6日5月12点之前 进行小额赞助 超过了时间 我们就只能视同此在做公益 如果有人只想要赞助 而放弃了所书的权利 也麻烦在下面的留言的时候 说一下 纯公益 第四点是 我们过去做这个频道 也访问过的一些单身老兵 或者说住在单身褪色的老兵 所以这次斗内的金额 扣除了邮寄的费用 如果还有结语的话 也会在年前找一些时间 去至少探访 两三处的单身褪色的老兵 制征一些春节的礼品 我来整理一下老坛的意思 这小额赞助不到100元的 我们就当说是做公益 超过100元的 在12月6日5月12点之前 才有资格抽奖 如果没有抽套的 也没有关系 整个斗内的结余 都会用在单身老兵身上 斗内的钱 也会用在老兵贝贝们身上 都是非常有意义跟价值的 对没有错 我这边还是要说 我们可能到时候的这些礼品 可能就是买一些营养品 那种冲泡的 对他们也会比较方便 这大概也是老坛做129集 第一次提到斗内 原本他是想说 要不要完全免邮资 不过这个频道的收益 其实连整个后制的成本 都还没有打平 所以只好请 想要这一本 泰山军的观众朋友自行 来负担这个邮递的费用 我们这边还是要审明 我们做这一集 提到与两位伯伯有关的书 真的是完全没有置入 好的 这一集我们就借着 这个泰山军为引 回到了国共正面战场上 最为知名的陈光庄战役 劳兵贝贝们现身说法 又帮助了我们填补了 些许的这个战争的片段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谈兵读物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条影 结合军事 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 可以观看之外 在底下留言交流 也可以透过Podcast来收听 欢迎听众到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言 以及五颗星的评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